聰明然後用針或者是部門他們等下 可以再跟大家做一個說明 第一個我先聰明監察院的預算 今天監察院的預算 當然我們紀元的部分 在明年的預算 早早就已經在前院長的時代 都已經確定了 但是國家人權委員會是一個新的獨立的機構 所以我們8月1號上任以後 我們就急著把國家人權委員會所需要的概算 大概需要多少 這個部分我們也有請 中聯閩 Corin acknowledged 、這些當年的公民團體 我們有跟他對話 他們有些意見 然後也有請人權團等等 長期關心臺灣未來人權總項的這些朋友 然後大家一起討論 就是說今天國家人權委員會 我們新的工作人員 工作夥伴 除了演講的監察院的部分 大概只有三個同人 所以我們新的工作人員對外的約聘 或者是在我們監察院內部 國家文官等的一個內生調升 這麼多還在進行中 不過就是我們會把我們認為在明年的預算 真的是我們編了大概一億四千多萬 那我們有跟請行政院書院長 這是臺灣有史以來 國家人權委員會 這個預算如果就我從一個地方政權 或者我曾經在從勞動勞委會 這個預算我們的編率實在是很小很小 他才編率多 地方政府的預算大概是一千多萬元 所以我是跟院長說 我們不是用這樣的角度在看 我是說當我們希望人權這個部分 開始在我們要努力希望我們的國家重視人權 我們能做什麼 當時這個部分來做一些我們預算的一個編列上 所以我們除了一筆預算 我們認為在這個部分 國家人權委員會 行政院會認為在這個部分 會跟我們國家人權委員會不太適合 那其他都是連通 都是尊重我們國家人權委員會 完全尊重 大概一億五千多萬 還是很貴貨 但是我們現在還在爭取 就是說從現在的開始 從8月1號到12月底 在這個部分 我們國家人權委員會 還需要哪些經會 包括我們現在國家人權委員會裡面 我們也有委員他的行動 比較不方便 整個監察院無障礙空間 監察院的內部很多 等環境的改善等等這個部分 也都應該要列入 大概我們會跟整個行政院這個部門爭取 那